公华国中近年大力推动阅读 在教学中加入了读报课 但过程中老师发现学生对于纸媒缺乏认识 为了让学生更广泛认识报纸新闻 于是搜罗了全国各种特色报刊 也因此催生了此次丰富的报纸展 说中史晚报我选择2000年首次的政党轮替 520总统就职大典 那像联合晚报或者是China Post 我选的是气报 因为我们学校就在气报的正中心 我觉得对这一届的小孩子来讲 还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那让他们可以知道一些这些历史 这些重要的事件 那不只知道现在也能够回忆过去 收集到这些现有停刊甚至绝版的报纸 除了让3C时代的学生更认识平面媒体 也透过各类报纸综合出全面且多样的报导 培养学生媒体试读的能力 同样一则新闻可是透过不同的角度去阅读 能够更加的深入更广的去认识这个新闻 而且可以增加他们的思想的广度跟深度 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办这一次活动最主要的用意 现场参观展览的学生也分享了他们对于新闻媒体的想象 以及透过课程与展览体会到的不同媒介带来的差异 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我可以知道旧的报纸什么排版或他的内容一些事情 然后这些报纸因为他的额他一页有很多就是有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知道很多就是不是新闻报那些大家比较喜欢的那种焦点 就是还有很多比较有意义的小事 应该是比较正向就可以培养出我们一种媒体速度 就是我们会比较知道说那还是新闻是没有浮夸过 就是新闻报通常都是比较浮夸 然后报纸可能写就是比较想写比较接近那个事情的真相 展览的布置使用了蓝黄两色的背板代表乌克兰的国旗 同时放入乌克兰诗人的作品以呼应目前国际情势 希望让学生了解新闻与世界情势迷不可分 记者邱玉婷前政区报导